继续我们来介绍28组的对话复习内容 先看第一题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o to Canton National Park? 先介绍一下这个句型 这种句型是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的结构是这样子分析的 说It就是虚的主词,假的主词 那真正的主词在后面 说这件事情要Pick是花掉需要多少时间啊 那什么事情就在后面 To go to Canton National Park 到墾丁国家公园需要多少的时间啊 所以这个能够用最好 去哪里需要多少时间 做什么需要多少时间 一律就是用这个句型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然后后面用to 好,用to 比如说这个 做家庭作业需要多少的时间啊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do the homework? 就很简单 你就可以马上换另外一个句子 好,那到机房需要多少时间啊 好,那到机房需要多少时间啊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o to the airport? 好,看第二个回答了 It take a list at least是至少 好,这个需要 至少需要 2 hours 两个小时 By bus By bus就是 搭油栏车 好,这个搭公车 最少 这个take就翻成需要 It take 它需要 最少 两个小时 By bus 好,我们都有 游轮车 直达的 从 这个 左营高铁站 直达到 肯定国家公园 这样子 那Aerj就问了 How about the scenery along the way there along the way 沿路 那么他就问 哎,风景好不好 How about the scenery Cinery是风景 那风景如何 along the way there along the way there along the way就是 沿路 deal 就是到那边 就是到 肯定国家公园 那个路上 沿路的 风景如何 along the way 风景如何 当然漂亮啦 他比较快的 very beautiful 很漂亮 那么 you will like it 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好 他就祝福他了 have a good trip have a good trip 祝你有一个 这个美好的旅游 have a good trip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旅程 那A 这个人家 祝福你 他们要回答谢谢了 好 A就像 thanks 好 OK 补充 第一个句型 我们已经讲过了 how long does it take 然后to 做什么事情 需要多少时间 全部就利用这个句型来讲 很棒 那如果是问距离多远 距离多远 那就用how far how long是时间要多久 how far是距离有多远 那就用how far is it from 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从A D到B的BD 从A到B这个地方 有多远 所以你要用距离有多远 那么 你就可以用这样 比如说 从这里到这个学校有多远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school 或者是to your school 这里到你的学校有多远 那对方可能会回答 哦 要花两个钟头 起脚要花两个钟头 或者是起脚要十分钟 这样就OK了 看第二题 A讲了 John was arrested arrested是被逮捕了 被抓走了 被谁 by the police 被警察抓走了 那B就很压抑 他发生什么事啊 他发生什么事 What happened to him What happened to him 他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要注意 事情 happen to人 事情 happen to人 那就是讲 人 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前面是 人 happen to 加动词 比如说 I happen to meet him I happen to meet him 那个就翻成碰巧 我碰巧遇到他 那这个是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会被警察抓走 What happened to him 他抢劫 一个女孩子 a lady and was called by paces by 然后被抓到了 被谁 by paces by paces by 是从路边经过的人 就是行人 被行人 被路人抓到了 他抢劫一个妇女 然后被路人抓到了 was called by 被谁抓到了 好 再来 第一种 真的 really I can hardly believe it 我简直难以相信 I can hardly believe it 真令人难以相信 或者是你要简单一个 unbelievable unbelievable 这个也是很不错 I can hardly believe it 也是很好用的 那么 A就回答 他说 我很难相信的 me either 我也是很难相信 what a shame shame是什么 丢脸 惭愧啊 what a shame 哎呀 真的是丢脸丢透 真的是可耻 真的是 无耻啊 哎呀 丢脸丢透了 what a shame 真可耻 真丢脸 what 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样 what a shame 真丢脸 那还有一个意思啊 what a shame 还可以当时 哎呦好可惜哦 what a shame what a shame 那么 所以 所以 这个 之前 有没有听到 这个李秀仁 前副总统在讲 这个 美国人丢脸 他就 他用什么 shame on USA shame on 这个什么 这个 uniting the state 或者是 shame on American 用shame 那是丢脸 可耻 好 再来 我们看 第一个 补充 第一个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是 你很可耻 你丢脸 你真丢人 嘿 这个就是 shame on you 这些 尽量不要用 除非是 情境上 真的很需要 那么 你才能讲 这个 shame on you 你丢脸 好 那么 is a shame you cannot come to the party 哎呀 you cannot come to the party 你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宴会 哎呦 真是 is a shame 你看这个 shame 你就不能发生说 哎呀 你不能参加这个宴会 哎呀 真丢人 真可耻 那就完蛋了 is a shame 就是 哎呦 好可惜哦 好遗憾哦 叫is a shame 好 后面加一个句子 好所以 这个 讲这个时候 要特别留意 通常啊 如果是很遗憾 很可惜 我们尽量 不要用shame 免得被误会 我们用什么 is a pity 就可以了 这个用pity is 好 a pity 我觉得用这个比较好 is a pity 绝对不会误会 很可惜 再看第三题 a讲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台湾 how long 问时间多久了 have you been是完成式 in 台湾 在台湾 你在台湾 这个已经有多久的时间了 how long b回答 i have been here for five years 这here就指台湾 好 i have been in 台湾 for five years 我在台湾已经五年了 那a要继续问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你觉得it就指台湾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你觉得台湾如何 你的见解如何 你的看法如何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就是老外来这边 住了五年 那么一般聊天都在问 你觉得台湾如何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台湾 你觉得怎样 好 b就回答 这个 i love it 通常老外 他一跟我讲 哎呦 我好喜欢台湾 你如果讲 你不喜欢台湾 那你干嘛来这边 住了五年 对不对 对啊 你一定要讲 喜欢台湾 你认为台湾 你搞不好被揍 我告诉你 好 所以这个是 i love it 我好爱 我好喜欢台湾 it's very worthy of the name of Formos 哇 这个 不太容易 讲出来 it's very worthy of worthy of 是 这个 配称为 好 很值得 这个 这个名字 就是Formosa Formosa是什么意思 Formosa就是 美丽之岛 好 这个 美丽之岛 那么 意思就是 哎呀 我爱死台湾了 台湾太棒了 那台湾真的是 很值得 这个名字 福尔摩沙 这个名字 福尔摩沙 就是美丽之岛 好 所以台湾真的很配 很值得 这个 用这个 福尔摩沙 来称呼 台湾 美丽之岛 OK 这是 对台湾的一种 恭维 好了 再看 普通 It isn't worth my time It isn't worth 就不配 不值得了 哎呀 英文用说 It isn't worth my time 这个意思就是 那个 不值得 我浪费时间 去 去做 Not worth my time 就是不值得 我的时间 不值得 我花时间 去怎样 嗯 这个就是 Not worth my time 简单的讲法 这个全部讲清楚 就 It isn't worth my time 这个 不值得 我花时间 去做 就这样子 那第二个 The book It is worth reading It is worth 后面常常加ing It is worth reading 是很值得去阅读 这本书 值得一读 就叫 The book is worth reading 这个 这个电视 这个比赛 值得一看 The best kid 好棒的一个表达方式 好 记起来吧 看第四题 医生讲了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这个医生去 去这个病房去 这个看病的时候呢 寻 寻病房的时候呢 看到病呢 一定会讲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今天感觉怎样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今天感觉怎样 那如果不太舒服 Alice就回答 Not very well 不太好 I feel tired 我感到很疲倦 I feel tired 我感到很疲倦 Not very well 好 Not very well 不太好 Not so good 也是一样 Not so good Not very well 都一样 都是可以通用的 I feel tired 我感到很疲倦 那医生也就是 什么问题啊 似乎有问题吗 好 你看 对一样 对用这个讲法 What seem to be the problem 那问题在哪里啊 问题是什么 So what seem to be the problem 你看我们讲了好多遍了 都是有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用 What seem to be the problem Do you have an appetite 问题在哪里啊 问题是什么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 Do you have an appetite Appitize是什么 胃口 Do you have an appetite 你有胃口吗 你吃饭有没有胃口 英文就是 Do you have an appetite Do you have an appetite 你吃饭有没有胃口 A一次回答 No 没有胃口 And I feel like vomiting After eating After eating 吃完东西之后 Feel like 我们有讲过 Feel like 就很想 好 很想 Vomiting Vomiting是什么 嘔吐 嘔吐 那么 所以他说 After eating 吃完东西之后呢 我就想不 Feel like Vomiting Vomiting 这样 那医生就讲说 It sounds 听起来 You have got a flu 听起来 好像 You have got a flu 你罹患了流行感冒 Flu就是流行感冒 I will give you a shot Give you a shot 是 我会帮你打一针 好 帮你打一针 I will give you a shot Give you a shot 就打一针的意思 It sounds 听起来 如何 听你这样子讲 这个 这个 没有什么胃口 吃完东西之后 又想嘔吐 那又很疲倦 嗯 这听起来 你感冒了 You have got a flu 你流行感冒 我会帮你打针 I will give you a shot 你看这些不就是 跟医生在对话的时候 讲你身边 哪里不舒服的时候 都是很好用的 一个简单的语词 好 好 我们看补充第一个 The doctor prescribed medicine for me 好 医生帮我开药 开药 你不用open 你open medicine 那就不对了 Prescribed medicine 好 for me 替我 医生替我开药 Prescribed Prescribed medicine 是开药 好 医生替我开药 那第二个 那prescription for the cold Code是感冒 那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就是 开的那个药方 这个药 这个是专门 这个治疗感冒的 一个药 治疗感冒的一个药 或者是药方 这是名词 这个是动词 prescribed动词 prescription是名词 看第五个 对话 A讲了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global warming global warming 很重要的单字哦 地球暖化 他意思就是说 Do you know anything 你知不知道 有关于地球暖化的事情呢 那么因为是隐喻句 所以他用anything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global warming 你知不知道 有关地球暖化的一些事情 好 所以如果是肯定句 那就讲说 我知道一些 有关地球暖化的事情 I know something 肯定句 I know something about global warming 好 这样子 那 佛定句 也是用anything 这个英文就是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global warming I don't know anything 或者是 I know nothing I know nothing about global warming 所以anything nothing something 那么希望同学能够可以 顺利地转换去运用 来用在表达 好 Not much 就是我懂得不多 好 I don't know 这个much 我不会懂很多 懂一点点而已 not much 不会很多 那 他又继续讲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你觉得如何 你觉得这个地球暖化如何 讲了 I think it will bring us 我想啊 这个地球暖化 will bring us 会带给我们 manynatural disaster 很多的偏灾 many natural disaster 天然灾害 I think gold warming will bring us many natural disasters 好 B就讲 I agree with you 我的看法跟你相同 没有错 地球暖化 会带给我们 很多的天灾 I agree with you 我跟你看法一致 看法一致 好 继续 他有讲 we often hear of forest fire 我们常常有听到 hear of是听到 报章杂志 或者听人家讲 报章杂志那边看到 等等 那个就要用 we often hear of 好 我们常常有听说到 那么 forest fire 圣灵大火 圣灵火灾 and flood flood是什么 洪水 this days 这一阵子 所以这一阵子呢 我们经常会听到 圣灵大火 还有洪水 这些 mature disaster 天然的灾害 那么 A就讲了 yes 没错 we human 我们人类 human就人类 should learn 应该要学习 how to 或者是do learn how to live with great nature great nature 就是大自然 我们人类 应该要学习 如何跟大自然 共同 生存 共存 的意思 live with great nature 大自然 这里用how to 也可以 learn how to live with great nature 学习如何 跟大自然 共存 不要一直老是 破坏大自然 好 这个是 有关于谈到 这个 地球暖化的议题的 这个简短的对话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补充 第一个 iceberg melt iceberg melt 下面大概就是 有关于地球 暖化的一些现象 iceberg是 冰山 iceberg 冰山呢 melt 融化了 这个北极 南极的 冰块 冰山融化 iceberg melt volcanoes erupt volcanoes 火山 volcanoes erupt 火山爆发 volcanoes erupt 火山爆发了 tai foons hit 台风 侵袭 在我们这边 在亚洲地区的 这个storm 暴风雨 我们就称之为 pai foon 用pai foon 那在美国那边 还有印度洋那边 那个讲法就不一样了 讲法就不一样了 那么一个用cyclon 一个用hurrikan 好 那么下面 f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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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洪水 flood 是什么 淹没 淹没城市 那就flood drood a small village 好 淹没了一个小的村庄 drawn a small village 或者是 drawn a town 淹没了一个城市 这个就是 偏灾可能会造成的一些灾害 好 那么地球暖化造成了一些灾害 就给同学做个参考 OK 这个是 第28组的对话复习